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究要过去了 那么这个战事一旦过去 它的这种衍生的影响会是什么 对整个国际局势 对欧亚的巨变 地缘政治的巨变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这次节目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来讲呢 就是从中国的一个角度来讲 很多人认为中国惹上麻烦了 这一次和2月4号 习近平和普京不知道谈了什么 嘀嘀咕噜一番 这个普京还很给习近平面子 对俄对乌克兰动手 是这个冬奥会结束 结束之后才第二天 冬奥会20号结束 他21号发 发布他这个电视讲话 相当于一个动员令吧 相当于这个习文吧 那么244号就侵入这个全面入侵乌克兰 三路大军进攻 那么这个行为呢 让世人形成一种印象 那么你习近平和普京是结盟的 尤其是在你的声明中 你也支持这个 明确提出来支持这个反对北约通货 那么具体来讲 普京这个行为 就是为了达成反对北约通货 那这个行为你支持不支持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驻华大使馆的网站上 他发布了28号 2月28号 习近平和普京的一个通话 这个通话中间就 讲到了习近平说 我尊重俄罗斯的这个行动 实际上就是亲 亲无行动啊 他尊重 那么双方还谈到了2月4号的一些 谈话的 会谈的一些事务要落实 那么在未来要协调立场 在联合国要协调立场 在多边机制里要协调立场 这是俄罗斯 披露出来的一个双方谈话内容 这就是把习近平给亮出来 就是我们之间是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的 你不能跑了 所以不能跑了 就是王毅 外交部长王毅 各种各样混乱的表态 在慕尼黑会议上 他说我们尊重这个各国的主权 包括乌克兰 那么明显的 这个普京是 俄罗斯是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到现在也没有承认 克里米亚吞并吗 也没有承认乌东吗 但是习主席 你为什么就要尊重这个 尊重俄罗斯的这个行动呢 侵污的这个行动呢 你就不提他是一个侵略 你不承认他是个侵略行为 那么王毅的这个尊重主权 这个尊重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看到的意思 我理解的意思 那你尊重还有意义呢 那尊重主权实际上没有意义 那你要求他国尊重你对台湾的主权 这样这个尊重 尊重对香港的主权 这个尊重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得解释 王毅说尊重乌克兰的主权 和你尊重普京的亲乌行动 这两个尊重之间怎么样摆放 哪个才是哪个尊重才是真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外交部 在这个乌克兰事件事变之后 紧急发了一条 发了一条消息 提出来就是他理解这个关切 理解这个对安全 各国对这个安全事务的关切 就是俄罗斯说北约离他太近了 但是也反对 以这个种关切为由侵犯他国主权 这似乎又站在乌克兰一边 等于什么话都让你说完了 这个外交部长王毅也是很难做 很难做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尤其是这次这个新发布会之后 就是这个两会新发布会 王毅又说中俄有意 坚如磐石 那么等等等等 就给了一种感觉 就是中国和俄国 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那么他是不是要全力以赴支持 俄国的这个随后的战事呢 我们看到这个2月4号签署的各种协议在履行了 比如从海关上全面进口俄罗斯的小麦 进口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啊 管道建设这个管道石油 天然气啊 天然气 那么一方面在欧美在制裁的时候呢 一方面呢 你大手从俄罗斯采购 同时也可以想象 你大笔的向俄罗斯出口 那你会不会最后自己变成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啊 你和俄罗斯连成一体啊 那么从这个态势上来看 如果说中国政府在这一次行动中间 能够看清楚大国的地缘关系 很明确的比较 明智的行动吧 有可能这个乌克兰战事之后 中国会站在一个非常有力的位置 就是从目前这种尴尬局面里头走出去 那么 中国古人呢 有一些这个古老的智慧 地缘政治智慧 叫做两雄不并立 叫做远交进攻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中俄两国必有一弱一强 当中国弱的时候 他跟美国结盟 那么现在俄罗斯弱了 俄罗斯理应是和美国结盟 但是俄罗斯的普京这个脑子里都进水了 他的这个亲污行动 彻底的成了英美的靶子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中国实际上反而处于一个非常有力的地位 就等于他替中国惹火上身了 惹火上身了 本来这把火 印太战略的火是要烧向中国的 他可以说是第二个本大棱 但是本拉登是 本大棱是 这个袭击了美国纽约的双子座 他是要用核战争来威胁整个欧洲 甚至美国的本土 包括用 包括对这个核设施进行攻击 可以说他是把引向中国的货水 引到自己身上去了 当然他本身就是货水了 这反而是让中国处于一个非常有力的地方 所以战情以来到底是说是习近平坑了这个普京的还是普京坑了习近平呢 这个还真得往后看 还真的往后看 那么可以很明确的指出的一点呢 就是无论战后中国处于哪个立场 如果说他和俄罗斯紧密结盟 导致的结果是俄罗斯依附于中国 如果他和俄罗斯保持现在所谓亲俄独立 更加的亲俄中立 更加往中立方向靠 比如说他作为调停国家 来调停俄乌这个军事冲突 那他有可能反而凸显他独特的一个位置 就是在俄罗斯和北约的这种对抗之中 对峙之中 俄罗斯这个泼皮啊 就拿动辄拿核武器来威胁的 第一核大国啊 名义上第一核大国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能够击迷住俄国 也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贡献 也是对世界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 所以如果说他能做到这一步的话 可能他在国际事务中间的这种发言权 反而会增加了 当然他如果不明智的话 那他就是中朝俄这个铁血同盟去了 他也有所斩获 但是可能大局上输的更多 所以我的看法呢 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个长期的趋势 就是俄乌战士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第一个来讲呢 不会速战速决 速战速决是本来 普京要设计要达到的目标 迅速的扶植一个傀儡政府 由这个傀儡政府来表达一个永久中立的一个立场 那么在未来等等等等 他还可以有想象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呢 他是骑虎难下 所以不会是速战速决 但是他也害怕陷入持久战 陷入持久战 俄罗斯就彻底垮了 大家看得很清楚 乌克兰的体量比俄罗斯十分之一吧 经济上的体量 但是背后有庞大的欧欧 北约支持欧盟支持 他的武器的先进度 不应该说从信息系统 他是和北约共享 他是远远高 他是降维打击对俄军 所以只要旷入持久 在英美制宅的情况下 在中国三心二意的这种贸易 正常贸易 他只敢说维持正常贸易 你那是非法制裁 我这是正常贸易 但是这个口炮是没有结果的 在硬碰硬的这个国际冲突中间 说这个是没有意义 就是要选边站的时候 你在那讲李克中 是没人搭理你的 那么 有可能 普京会 他的要价 或者他的目标 会更加膨胀 膨胀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控制住这个乌克兰 整个控制住乌克兰 所以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这个总统 卢卡申科 人家说猪队友 在他展示的这个 下一步军事行动 居然把摩尔多瓦标出来 要 俄白联军可能要 下一步要供养摩尔多瓦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 什么概念 就是一个欧洲战争的局面 就是你这个 俄欧之战最后变成俄欧之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引起 俄罗斯国内国外的这种外交压力 和国内的这种经济变化 就有可能彻底让俄罗斯 衰落下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习近平的东升西将就有意思了 东升是中国升 西将是俄罗斯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中国将在这个中亚和西伯利亚 得到一个巨大的利益 就是一个衰落的大国 他的势力可以 旁边的这个大国可以势力渗透 那么这有一个前景 就是说 普京政府撑不下去 俄罗斯陷入一个混乱的局面 这个时候中国反而能够成为一种 维持地区稳定的一个力量 有钱吧 对不对 维稳地区维稳 那么乌克兰来讲呢 如果说他不入北约 但是他也不会任何一个政府 他也不会放弃这个 克里米亚和乌东 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将来选择一个中立的 我认为是有可能 因为中立是强者的选择 弱者是没有中立可选的 弱者你只能是衣服 就是亲俄或者亲欧 你必须 乌克兰必须做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通过这次战争 乌克兰在军事上打出了自己的威风 那反而他有可能选择中立 就是因为他比较有一种强势 那么在乌克兰选择中立之后呢 这个问题大概就告一段了 北约和俄罗斯间这个紧张局势可以告一段 但是战后的局面 必然是俄罗斯彻底没落 就是他能打赢也是战时的 也是不可持续的 还是个输 长期来讲还是输 那么最终这个世界格局 就是以欧盟和美国联合起来 这个北约 还有一个中国 当然欧盟这个北约体系 军事上科技上 他经济上体量 可能是美国中国的两到三倍 但是他的军事科技 可能对中国更是一个降维打击的一个态势 所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有可能在这个之后 可能从乌克兰也好 这个尤其是俄罗斯 他能够得到一些军事技术 这是过去一直有的 但是这一次俄罗斯这个战事 也让俄罗斯这个所谓的军事技术 在北约这个战力面前 显得是很捉肩见肘 北约这个战力实际上是通过对 乌克兰的支持 后台支持展现出来的 那么我也看到有一篇文章 有一篇文章 是BBC的这个记者 叫詹姆斯兰德尔 我觉得他比纽约时报的那个 托马斯福里德曼那个分析要非常好的多 所以我也开玩笑 我说这个英国啊 大英帝国的这个英国的这个记者 外交事务记者 比美国这个外交事务记者来讲 他的格局感要也是高级个维度啊 高级个维度 那么欧 乌克兰这个战争呢 最终会加速这个 欧盟的这个政治军事一体化的进程 也让美国呢 会加速着美墨加 这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这个是我们都能看得到的 那么普兵 普京的目标呢 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 让他加速没落 他又普京势力 他又不那个什么 不甘心 那么他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1991年 那个819事变啊 那个亚佐夫那帮人 搞政变那边 他们不甘心苏联解体 所以搞了政变 反而加速了苏联解体 所以我觉得普京集团 他们不甘心俄罗斯的没落 反而加速了俄罗斯的没落 那么具体的来讲呢 就是由现在这个乌克兰 缴入乌克兰市 这个事宜 2014年 涉入之后呢 又这个 就是这一次这个 由扶植傀儡政府 变成一个不得补 不搞成的一个长期占领的局面 那么 我要回到这个 BBC的这个兰德尔 他分了几种情况 他说持久战速战速决 这是一个 他认为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持久战 还有这个 这两种我认为可能性都不大 那么第三种就是 因为误判造成了欧洲的战争 那么第四种是外交解决 第五种就是普京下台 我认为这后面的三种 一旦变成了欧洲战争 那必然最后的结果 就是普京下台 和外交途径重新安排 结局 是这么一个局面 那么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 简要 分析 一个乌克兰战事的 结局 这个英国这个记者 他提出了五种结局 美国这个纽约时报记者 三种结局 那个很糟 这五种结局 我就觉得他基本上分析的 就非常全面丰满 而且有格局感 那么我一开始呢 也向大家介绍了 我对这个战后的一个预期和看法 乌克兰战事总是要结束的 那么这两位记者 他们分析的是以什么方式结束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收看 请大家点赞 转发 在评论区里留言 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